我们开始来绘制这个亭子 在绘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的勾 勾选在零的图层里面 现在就可以开始建模了 首先我们来绘制亭子的柱子 这个柱子由下面的基座和上面的一个适宜点的柱子来组成 首先我们来绘制柱子的基座 这个柱子的基座我们可以观察 它是一个长方体上面带倒角的一个图形 现在我们先来绘制一下它的剖面 我们在创建里面图形选择线 开启捕捉功能 2.5微捕捉进行绘制 绘制好了 线段过后我们再来绘制旁边的这个弧形 旁边的弧形绘制好了之后 我们发现线段和弧它是两个图形 现在我们要将它们附加到一起 结合为一个图形 我们选中线段 点鼠标右键会出现Attach 附加点一下 将弧形附加到我们的线段上 附加完了之后 它们看起来像是一个和 闭合的图形 其实它们的点现在还是断开的 我们可以进行一下观察 它们的点还没有闭合到一起 这个地方同样也是 在这里我们要将它们的点 闭合到一起 让它们形成一个封闭的物体 形成一个封闭的图形 我们可以在它的下拉菜单里面看到 焊接点击一下 它们可以将两个点 焊接为一个点 这个地方同样也是 我们也可以在鼠标的右键里面选择焊接点 焊接完了之后 图形已经是一个封闭的图形了 可以对它进行挤出 我们可以试一下 它已经以实体显示 说明这个图形已经是闭合的 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绘制柱子的一个平面 绘制平面的时候 我们一般在顶式图上来绘制 我们直接切换到顶式图T 最大化显示按Z 我们还是在创建图形里面选择举形 绘制平面 绘制好平面之后 现在它放过来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将我们的平面上绘制的这一圈线 作为一个路径 刚刚绘制的这个带倒角的图形 作为一个剖面 用路径来拾取剖面 让剖面跟着路径来转一圈 来形成这一个柱体 现在我们要使用到一个工具 叫扫描 选中我们的路径 就是我们刚刚画制的平面 我们看一下 然后 再来 修改面板里面 选择扫描 SWIP 我们来看看 SWIP扫描之后 它会有几个图形 第一个是自定义 第一个 第一个是 它直升带的一些图形 可以进行选择 还有一个是使用自定义图形 在这里我们使用我们的自定义图形 将鼠标的圆点点到这里 然后用它来释取一下我们的剖面 释取完剖面之后 会得到和我们这个一样的 一个F3实体显示一下 一个柱体 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里 还可以再来调节它的一些参数 平时还可以将它的 镜像 X和Z轴的镜像 可以将它的导角转到里面 或转出来 还可以调整九宫格 来调整它的大小 现在已经是我们很标准的图形 集合体了 现在我们将它移到标准位置上 前视图已经对齐了 在侧里面再来看看 这样也对齐了 下面这个柱子 我们就已经剪好了 绘制完下面这个 带倒角的柱体之后 我们再来绘制上面的 这一个比较细一点的 一个柱体 我们在创建面板里面 选中图形 再选 举形 开启捕捉 移动到我们需要的位置上 完了之后 我们在侧里面上来对一下位置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我们可以在这里测量一下 它的厚度是多少 用我们的测量工具 我们辅助物体 里面有一个批尺的测量工具 268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输入268 给它进行一个挤出 挤出之后 我们将它的位置 对齐 对齐之后 我们可以将其承主 选中两个物体进行承主 承主之后 它们可以一起移动 选中任意一个物体的时候 它们都可以一起移动 可以承主 也可以截主 选中物体 对它进行截主 截主之后 两个物体是相对独立的 它们可以自由的活动 另外一方不受影响 那现在我们将它进行一个承主 然后 再往另外的三个位置上 复制三根柱子 在这里 我们按住键盘的Shift键 点锁 点键盘的空格键 进行锁定 下面这个小框 锁会变成黄颜色的 现在我们选中一个点 对它进行拖动 按住Shift 可以复制 复制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对话框里面写有 复制 关联复制 就是失列 这边可以输入个数 如果我们数三 我们看一下 它会以相同的距离 复制三个 在这里我们来说一下 复制这个功能里面的复制和关联复制的区别 同样的按住Shift锁定 轴方向 按Shift之后 往右拖动 现在我们先选拖贝 单纯的拖贝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截阻 我们来将它的指数改变一下 我们将它的指数改成500的厚度 右边的进行了修改之后 左边的没有任何的变化 这就是复制的一个功能 它只能改变自身 不能影响旁边被复制的物体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关联复制 同样的锁定之后 按住Shift 拖动到这边 我们选择关联复制 10列 在这里我们对它截阻 选中这个物体 我们对它进行500的一个挤出 当我对它进行修改的时候 旁边的柱体有影响 也一起在修改 说明它们是关联复制的 这种在平时的时候 用的比较多一些 只要是相同的物体 我们都用同样一种实列的复制 在修改起来的时候 会比较方便 我们可以将它的数据 改回到原来 268 实列复制显示的是出体 在这里 关联 直接复制的显示的是 细的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 这是直接拷贝的 不是关联复制的 它是比较细的字体 关联复制之后 它会是以出体来显示 这里我们就可以区分开 它们两个到底是关联 还是没有关联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成组 成组之后 我们将它们两个选中 在侧里面上 再往后复制两个 我们还是选择 关联复制 因为它们四个是一样的 到时修改起来会比较方便 点OK就可以了 这样 停止的四根柱子就建好了 停止的四根柱子建好之后 我们再来对它们上面贯穿的 一些木条进行来绘制 我们在前视图里面来看一下 这些木条都有一些倒角 在这里 我们可以直接绘制 创建面板里面选择图形 选择线 我们来勾一下它的外轮廓 勾好之后 我们再来侧里面上量一下 它的一个宽度和位置 在侧里面上 我们看不到它的一个宽度 但是我们刚刚在前视图里面 看到有一部分的显示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直接测试一下 它的一个宽度 134 我们对它借出134 然后将它放在相对应的位置上 让它终点对齐终点 让它的重点对齐柱体的重点 这边有了之后 我们再往后复制一个 因为是同样的 所以我们采取实列复制 完了之后 在侧里面上 我们看到也有这个柱体 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次绘制 也可以复制旁边的 进行旋转 可以进行绘制 关闭图形之后 才能进行几出 进行一个134的几出 然后在这里面上 看一看它的位置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关联的复制 空格 这样它的四根贯穿的 木条对你做好了 做好之后 我们发现木条下面 还有一个装饰用的薄片 在这里 我们也来绘制一下 首先我们还是用描线的方式来 绘制一下线体 绘制完了之后 还有插一个弧形 我们再来加一个弧形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 开始新的图形的勾取消 这样我们就可以 节省一个附加的 一个步骤 这样它们就直接生成了一个物体 但生成物体之后 同样的它们的点 是为了进行闭合的 在这里我们要对点 进行一次焊接 这里也是 焊接好了之后 它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图形 现在可以对其进行一个挤出 挤出的厚度 我们可以在侧里面上来观察一下 它应该是跟上面同样的宽度 所以我们直接给它寄出 134 旁边还有一个 我们可以 复制 实力复制一个过来之后 我们平时说到 有一个功能叫什么 镜像 我们可以直接 x轴镜像 因为它是左右镜像 点OK就行 把位置移动到 该有的位置上 完了之后 我们将它们选中 在侧里面上来进行复制 这边也有 再来 我们还可以复制一个出来 还有这个方向也有 我们可以将它旋转 按键盘的E 旋转之后 我们再来移动到相应的位置上 同样的 这边也是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镜像 镜像好了之后 只要位置对齐 在这边 再将位置对齐 这样 我们亭子下面的这部分 已经做好了 绘制完下面的这部分之后 我们再来绘制亭子的顶平面 在这里 我们的亭子下部分已经 绘制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将CAD进行隐藏 然后将我们亭顶的一个仰视图 进行一个释放 让它显示出来 这个图纸是我们站在亭子的下面 仰视上顶的时候 看到的一个结构 它是一个亭子的龙骨架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由四个相同的三角形 组成的这样一个亭顶 所以我们只用绘制四分之一 其余的三个部分 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们来开始绘制 我们将这一根 分为二分之一来进行绘制 如果点点错了 点在不该点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撤销 来重新 绘制 绘制好底平面 之后第一个 我们来量一下它的一个高度 它的一个厚度 创建的Pitch工具 大概22221左右 可以直接数一下 集出一个222的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再来接着绘制 线 或者取消新物体 在这里来勾选一下 在这里 我们来勾一下 下面的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到一个 我们的快捷键 隐藏几合体 Shift加记 这样我们可以很清晰地观察到 我们的 只剩下线的 物体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 绘制 绘制好之后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集合体 进行 取消隐藏 Shift加记 然后一样的 记出我们刚刚的高度 222 完了之后 还有就是这种 立着的这一条 我们同样的 先隐藏集合体 再来绘制线 我们可以将开始新图形的勾 取消 让它们全部附加到一起 然后再来绘制线 再来绘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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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绘制线 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一地绘制 绘制好了之后 我们选中它 一些复杆加G 把我们的集合体取消隐藏 然后同样的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挤出222 然后它们就形成了下面的龙骨架 形成了四分之一的龙骨架之后 亭子含有一个盖 在这里 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绘制这个顶盖 或是打开我们的顶面平面图 隐藏我们的仰视图 然后我们再去看看我们的顶面图 顶面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谢芬加基国后 我们同样的只绘制四分之一的盖子就可以了 我们来绘制一下 这边选取线 从顶点的位置到顶点 绘制好之后 我们可以取消我们的几号体的隐藏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这个挤出比较薄 我们可以测读一下 可能只有20左右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输个20 挤出一个20 挤出完了之后 屋顶肯定是要在龙骨架的上面 所以我们将它调整到龙骨架的上面 让它们对齐 放平之后 现在我们的龙骨架已经出现了 屋顶也出现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它们是平的 而我们在立面图上看到的 它们是斜着往上的 在这里我们先将它们成组 将我们所有物体选中 仔细看一下有没有选中 选中之后 对它进行一个承主 然后把它摂到相应的位置上 我们在前视图上来看一下 或是在侧里面上来进行看一下 完了之后 我们在这里使用一个工具 叫FFD 可以在我们修改下达菜单里面 选中 也可以在我们的这里适配里面添加一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看FFD2 添加一下 在这里我们在侧里面上来观察一下 我们为它添加一个FFD2的命令 有了这个命令之后 我们进入它的次物体点 选中前面的这两个点 我们来看看 选中这边这个点 和这边这个点 在侧里面的时候 它们成一条直线 我们可以直接选中 往上拉动 我们可以直接将它拉斜 现在这个屋顶就已经斜上去了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进行复制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镜像 上下镜像是歪轴 所以我们选歪轴 然后拷贝一个 点OK 然后移动 让它们点对点 就行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可以选中两个 对它进行一个旋转的复制 按住1 按住shift 旋转的时候 切记一定是要在它的坐标组上进行旋转 在坐标组上旋转的时候 你选中的坐标组会成黄色的显示 在这里我们是左右选转 我们来转蓝色的这一圈 好 转好之后 可以对它进行一个 关联的复制 复制好之后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看 现在这个亭子就基本已经建好了 我们可以进行观察一下 好了 先看 点出预算 就算是 我们可以进行五岁 对齐